早期的时候 法规的健全度也没有这么健全 一方面就是说 因为早年其实土地变更 地墓变更这件事情是很轻松的 早年 所以很多的住户 他们其实都抱持着一个心态 叫做我现在虽然说 做住家是违规 但是他们认为说 我们以后可以寻变更手段 所以当然北段一直以来 都有很多的当地的住户 找议员请托 或是用各种方式 想要把那边变成住商混合 所以今天他如果变了 实际上就是坐实了大家的疑虑 就是那你根本就是打 从二十几年前 就是想要这么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大湾北段 真的确实变更成了住商混合 会让人家觉得上下敲香贼 其实大湾北段问题 如果在市府里面的话 其实大家去 现在那个黄向群 黄前议员现在也在市府里面 他曾经在大湾北段的议题当中 就是他会落选 我觉得很大远 是因为他对大湾北段 是采取认为应该要执法的态度 他不占成就地合法 那这部分的结果 我觉得黄向群议员 应该可以提供市府 非常好的意见 可是如果强势执法的话 你又会 就是他们已经缴税 然后政府已经获取 他们那么久的问题 就是之前最老的问题 因为他们其实 他们严格说起来 他们现在也算是受灾户 虽然你知道 他们可能曾经违法 但是你没有办法提出 确议的专纪之下 他们可能是没有办法 就像市府之前 之前也有一直以来 也是有跟 这个大湾北段民众讲说 你可以改善 怎么改善呢 其实因为反正 建筑物当初登记的时候 用途是一般事务所 所以其实你只要放任何 随便一个公司行号进去 它就合法了 对啊 可是问题是当初的地幕 应该不是这样编的吧 当初的地幕 因为大湾北段比较特别 是因为当初他为了要 他们是纯商业区吗 其实说起来也蛮奇怪的 因为他就是 他叫娱乐产专用地 但是实际上 他是用专业特定目的吗 特定目的事业用地还是什么 就是那个时候 做完都市计划的时候 他就是把它变成 他不是用一般商业区的 规范去规范那个区块 他把它变成娱乐产专用地 而且并且当初的 又不像一般住商 又不像一般商业区规划说 你只要有一定比例做商用 就OK 其他做住宅没关系 他就是纯属 就是那地方 就是要做纯商业 可是那如果他是用特定目的事业用地 都市计划法里面有吗 我记得这个不是在非都市才会有吗 如果在都市计划法里面的话 他会有办法编列新的 这种新的地幕吗 当时啊 当时其实也是有一些都市计划的学者 还有有些议员有在质疑说 为什么他当初可以把它限定为 因为我没有我听这么多都市计划 我们娱乐区这个地幕 后来就是大湾北断创造出 就是钻 钻对大家本来特别弄出来的这个东西 可是如果他是特定目的的使用区 他是一个特殊的使用地的话 那现在就不应该有试法性的问题啊 问题是他就 他就已经 就是他的定位 他当初的定位就已经变成 因为如果他的定位当初是合法的开发 因为我们现在是以他 现在是商业区 用作住宅区去对他进行开发 那如果他现在本来就不是商业区 他是特定目的的使用地的话 我们本来就不该开发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就已经解套了 可是因为他 因为他那地方真的是 因为他那地方真的是 蛮 因为他那地方 老实讲 你要单纯用都市计划的 规定规范的那些东西 老实讲 好像没办法完全的去全然解释 他为什么今天会变成 现在的这样的 你有办法 你知道就是关于这个娱乐区当初的 他的 他的容积率跟实用项目的限制吗 这个有办法查得出来吗 可能可以从他那个都市计划检讨案 通盘检讨 这几 看看有没有过去的历史资料 但是可能要从民国八十几年开始找 因为如果当初找出来 他本来就不是商业区的话 那我们其实现在不会有商业宅违规的问题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商业区啊 那你盖商业宅 然后你合乎你的特定目的使用 特定目的事业使用 在最早最早 Original大端北方 他刚喝战湾曲之后才多出来的一块东西 之后才做重画才变成出这计划范围 所以更早更早之前 他根本就不是都市计划的范围 对啊那如果他是在 就像我们的都市计划是五一年吗 我没记错五一年吗 那五一年前呢 就叫既有建物啊 如果我们是用既有建物来认定他的话 那其实他现在也不会有说他是违法的啊 我们顶多就是说 我们就用既有建物的规定去规定他嘛 就是我们只准修缠 不准真改建 他当初就是好像在八十一还是八十二年的时候 他就是指定用途 但是至于为什么他可以指定这个用途 那现在为什么会变成大家都说他是商业区 不是他是娱乐产专区 他有他不是商业区 如果是商业区那其实好解决 因为商业区的话 其实你只要一定比例作为商业使用就OK了 但是因为大家觉得他是娱乐产专区 可是商业有分纯商业跟住商混合 如果是纯商业的话是不能不能做住宅啊 那他现在是因为我从他的新闻啊 我是从他的新闻 因为这个东西我必须坦白讲我还没准备 我现在是就他的新闻去做生论 那如果他是纯商业区的话 他当然是不能做住宅 那我看到是他是从商业区 把他变成住商混合 那如果是把他从商业区变成住商混合的话 这样的话确实是合理 可是要建立在他原本就是商业区 可是他如果是原本是从娱乐区 然后变成住商混合宅的话 他没有就地合法的问题啊 他本来因为他本来两条就是都合法 他只是把他变更目的使用 我懂你的意思啦 那怎么会之前说他违法 这样就很奇怪了 然后反正他现在就是因为他不是商业区 他现在就是 他现在是娱乐区 还是他是有一部分是商业区 有一部分是娱乐区 大湾那边他有他你如果 你大致上有四个区块 因为他一个不是不是商业区 他现在就是美利华的 他现在是娱乐区 还是他是ATT那一块 你以静夜三路画一条线 静夜三路画一条线的话 东边这一块的部分 静夜三路以东 这边的地方 纯属娱乐区 娱乐产专用 现在那边是在做什么 我记得那边是高尔夫球场 美利华百乐园啊 然后还有那个美利星影城 对 那确实呢 我们刚提到那些 他都是做商业使用 所以他没问题 但是那边是盖了很多的案子 其他的一些建案 在往基隆和那边吗 对对 基隆和那边吗 网基合路 就是静夜三路以东 网基合路 比方说他最近推了一个案子 他登记为一般事务所 但实际上他是拿来做住宅卖 那他一楼有拿来做商业使用吗 就是拿来做事务所 他整栋全栋登记事务所 全栋登记 那他上面有 有有是法性可以让他做使用用途变革吗 目前来讲应该是没有 因为他就是他所在那个区块 所以这个就是争议吗 老实讲他们业者在销售 也是跟你讲说 我这边他妈的就真的是 商业宅 就是我们把它登记成事务所 那我们 那我们有办 那这个事务所是空壳公司吗 就是你老实说 因为业者这边 他现在也没有住户 所以他不需要去做这方面的登记 因为他根本还没卖 等他卖掉了以后 说住户来的话 照来讲住户应该要去登记设立办公室 对啊因为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求他一楼一定要做商行嘛 就是商业使用 那当他是商业使用的时候 他有商业进驻 那一定是某家公司 那这个某家公司 我们可以说 你看哦 你现在的登记的产权 你是整栋 那你上面都是违规使用 那我们就罚你这间公司 现在是这样吗 就不用罚到住户了 因为他之后就移转给住户啊 所以之后还是要罚住户啊 所以你建商还是罚不到他 他移转了之后 你就罚不到建商 可是他在移 他在移转产权的时候 哦 所以 之前 之前大家都默默的 就让他把产权移转弄掉这样 怎么会这样子的 因为之前都是推预售屋 预售屋的时候 不会有产权啊 预售的时候东西还没盖出来 怎么会有产权的问题呢 等到成屋之后 才移转过去给住户啊 然后住户移转过去的时候 哇 他才发现说为什么罚不到建商 因为建商卖给他的时候是预售 建商卖给他的时候 没有这栋建筑物啊 预售屋的时候没有这栋建筑物啊 对 因为是死照之后才要产权嘛 对啊对啊 然后等到有死照的时候 厂商已经收工准备走了 已经过步了 而且很多建商是不是都会 他们就是成立一个专案公司 然后 然后一做完之后就让他倒掉 我其实蛮常看到这个状况 就是你后来再去建商 建了 一个法人 反正我就觉得要这个法人 我之后再成立另外一个法人 新的法人其实就是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用法学解释 把它解释掉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要罚这间公司 可是这间公司已破产 所以我们其实是 他其实是违法的 那我们要罚他 然后可是罚不到 那我们之后就让他合法了 就可能就是这样 我们要求他缴交大笔的赔金 可是这个大笔的赔偿金 他缴不出来 就是我们找不到这家公司 那这样也比较合法 那一点就是说 好你们常常依据图管规则 对我们开罚 因为我们违反 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目的就是我们不要再罚这些住户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找一条路是让他们合法的 可是住户觉得住户的主观意识就觉得说 你们应该去找建商 你住户公司找你找负责人 你一定要罚到他 而不是只罚我 但是实务上而已 那间公司哪怕的负责人还建债好了 他结束他把那间公司给弄掉了 他把那一案公司给弄掉了 你就是罚不到他 没有可是如果你罚到住户的话 住户应该是有权利去跟建商求偿的吗 就是说你这不可能是商业诈旗 对不对 那如果他当初的 当初他签的契约 白纸黑字有写说 这个区域本来就不是住宅区 我仍然卖给你做住宅使用 如果有类似的条款的话 那你住户活该啊 你自己不看 坦白讲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实际上普遍是有的 其实你如果你有机会 因为我现在没有他们的条约嘛 那他的条款 如果里面有这一条话 那他们被罚也是 他们自己都知道啊 对没错 你现在就找到这个问题是重点的 其实你现在包括去 你现在如果有空偶尔啦 想要去大致看一下房子的话 也是不错 去看一下 你看你仔细看他那个合约 他那个合约上面 真的就跟你讲说 就是移转过后以后 就是你住户使用的问题 然后跟建商没有关系 几乎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条件 那大家有没有隐匿不报 那我隐匿不报你说谁 建商有没有对住户隐匿不报说 我没有 就是他没有告诉他说 这边其实不是住宅区 或是这边不是住宅区 基本上 包括台北市的工业宅也好 还是我们现在讲商业宅也好 建商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隐匿 对啊 那如果不隐匿的话 那就是消费者自行的问题啊 消费者会跟你 可是业者虽然没有隐匿 但是我跟你讲 虽然说我们知道说 预售你买房子的合约 要有七天省月期吧 但是普遍老实说 建商普遍不会给到 这么多的省月期 我知道可是现在也不是 省月期的问题 因为他们已经签约了 而且现在已经明显过七天了 所以很多的消费者后来 就是回去主张说 他没有给我省月期 可是你这时候已经没办法举证了 因为你约已经签下去了 对啊对啊 可是约还在啊 约还在啊 就是你契约条款里面 有没有写 没有写 没有写说 那也是隐匿不报啊 但是实物上而言啊 普遍建商啦 绝大多数都有告知 并且有在合约里面 加注说这个使用用地墨 而且现在的 印记载不印记载 就是预售物定型化契约 印记载不印记载 事项里面都有要载 土地用地墨 好 所以基本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合约 他们拿出来的合约 建商 哦对因为他们在那个 土灯里面都会有嘛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舆论上面不太会 不太会同情住户的原因 是因为住户普遍 老实讲 大部分都知情 对啦 因为他今天数量太多 一千多户 一千六百多户 对没错 一六七八 所以变成说 对 所以变成说 一千六百多户的情况下 他们就是一种力量 嗯 对 两千六百多户的情况下 你 tamb试误 感到